这条消息说的是什么呢 来自于台湾的联合报 就是世卫疫苗会议 但是台湾当局是没有办法 只能缺席 为什么呢 就是不坚持久而共识 只可能是这样一种结果 这条消息还是在说台湾的问题 我们来看香港的信报就指出 蔡英文希望加强和日本之间的合作 包括要分享解放军的一些情报信息 另外一方面的话 有评论就说 蔡英文不断的亲美亲日 结果只可能是白忙或异常 如果坚持久而共识 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和平发展是两岸最大的共识 这是来自于中国时报